9月3号才刚升到高院的 也是很年轻才45岁 他是属于东吴大学法律系 刚好跟刚刚的冯幸明法官 他们两个是同学 那这里我要特别再说明一点 就是说裴席法官 一般来讲在整个高院庭里面 他占的一个地位不是说那么重要 但是如果说万一到最后要判决 到底有罪无罪 还是怎样的有一些不同意见的时候 就可以显现它的重要 因此我们每一次地院是一个 到高院高院的时候是三个 到最高法院是五个 都是会采取基数格法官 重点就是在于说 当法官他们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他就是用表决来做一个决定 他是票票等值 不会因为他是培行法官 他的一个表决数就比较弱 不会的 这次台湾高等法院可以说 对于二省也是特别的重视 不仅是公开抽签来决定法官的人选 而且还发出了罕见的声明 不要让承审法官的照片曝光 那这方面的情况 李仪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高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呢 当这个陈水扁的案子 这个地院在审理的时候 当时审判长蔡守逊 他出去买个东西干什么 他都是戴着一个可以把脸遮住的帽子 还戴个太阳眼镜 那另外他也跟他的孩子讲说 绝对不能在外面讲 你们的爸爸就是蔡守逊 当时我们会有一点认为说 有人认为说他紧张过度 可是我们后来发现 他的担心 他的紧张是有道理的 大家知道就是说 当他在审理这个陈水扁 要给他拘押的时候 台湾的地下电台 竟然就一面就大家来 大家来这个 来找这个蔡守逊 竟然依他的年龄换算 他是嘉义人 竟然就找到他小时候的小学是读哪里 然后呢 结果这个时候就常把他的这个照片公布 所以呢 蔡守逊呢 他在这个探这个阿扁 无期徒刑的时候呢 他的家 第二天他家门口呢 就围了很多 所谓台湾呢 这个南社 北社这些人呢 在门口呢 就骂 辱骂 但是在骂的时候 因为又被邻居呢 对这些人很反感 又这个骂回去 那又骂回去 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就发现原来他的安全 有这么大的这个顾虑 后来呢 结果他老家 他已经不住了老家 乡下老家 竟然被人去喷漆 喷漆喷上一些辱骂 他的一些字眼 威胁的一些字眼 那这个不管说 是怎么样 对他的心理呢 就造成一个 很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因为有前车之鉴 那这一次呢 高院呢 就就呢 他要求呢 这些这个媒体呢 不要呢 把这三个人的相片呢 曝光 那么我们也发现 就是一些手法的媒体呢 一些有正派的媒体呢 他就来遵守这个规定 没有把他们曝光 可是呢 我们就发现 就是说 这个有些媒体 那绿营的报纸呢 一直把他们的相片 就登出来 而且还自有 正正有词的说 什么